人的存在可以分成三个阶段, 活在身体内, 活在无身体状态, 重新活在身体内, 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要经历这三个阶段, 你目前是活在身体内的阶段, 正在听我讲到, 我可以向你讲到是因为我也是活在身体内, 但是迟早有一天你会发现我活在无身体状态, 我会和你们分开, 你们只能看我的影片, 不能再和我说话, 也不能再像昨晚那样拥抱我, 对不起, 我昨天留晚了一点, 很多人来拥抱我, 所以我们目前是活在身体内的阶段, 身体带给我们很多限制, 人死的时候灵魂就自由了, 会和耶稣以及属他的人同在, 自由和他们交谈, 完全地清醒, 知悉周遭一切, 但是会和活人暂时隔绝, 人类存在的第三个阶段, 是活在新的身体内, 重新有了身体, 不是投胎转世哦, 我不相信投胎转世, 因为投胎转世是只变成别人, 如果你做人不好, 甚至还有可能会变成动物, 有一首老歌说, 你要小心, 因为连鸭子都可能是某人的母亲投胎转世的, 你们记得那首歌吗, 那是投胎转世, 没有这回事, 千万不要相信, 但你会以自己的身份, 得到自己的新身体, 这真是个好消息, 所以我们要经历这三个阶段, 好比是三个房间, 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, 从有身体到没有身体, 一个一个来, 但是我们会从第二个房间进入第三个房间, 大家一起得到新的身体, 感谢观看,